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太阳 上次呢我们来到了烟花小镇的古堡中 结果一太突然发现 这里竟然有一匹白马 是不是 骑上白马就能找到我的王子了呢 嘿嘿 不过 这马真是太高了 咱还是下来自己找找吧 因为听宝宝说呢 城堡一楼有一个城堡主人 如果和他成为恋人 会有好多好多的钱钱 妈妈呀 这哪是城堡呀 这是迷宫吧这 紫色衣服的 到底跟哪呢 嗯 不会吧 我都能告诉人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吗 真是炸呀 这妖娆的姿势 还有这略略少了头发 嘿嘿嘿 为了我的钱包 我忍了 你可真好看 真有品位 太体贴了 艾玛这么夸都不是恋人 对了 我不知道从哪又弄了一瓶爱情药剂 嘿嘿嘿 看看 这多快呀 白夸那么半点 哇 这么多 这也太大方了吧 嘿嘿嘿 坐一下 诶 城主呢 阿爷 我不是遇到了灵异时间了吧 站起来他又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嗯 这也太吓人了吧 宝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算了吧 咱们还是先出去吧 这城堡这么多层 咱们得去逛逛呀 毕竟咱们现在已经是城主赋人了嘛 整个城堡都是我的了 用上我们的背包直接飞到最顶层 不知道会有什么好东西呢 哇哦 宝贝们有上来过吗 这里真的好好用 从这里看下去 呃 还有一点晕晕的 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小凯数过 这个城堡一共有多少层呢 来都来了 那就换个衣服跑个温泉吧 嘿嘿 自己泡实在太没意思了 把我那几个男朋友都叫来哈哈 妈呀 衣服都换好了 看不出来竟然有八块腹肌 咳咳咳 我先擦个口水先哈哈哈 都叫来都叫来 我要欣赏美男子了 什么嘛 只有一个人换衣服了呀 那你们两个就去外边等着吧 现在嘛 就是我们二人世界了嘿嘿 是不是应该 大众 不给看了